我在接我孙女 我跟你说 我儿子他工作忙 我儿媳妇他 整天往他们家里跑个人忙的 不得了 果果 你走快点啊 好好好 再见再见啊 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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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果呀 果果 果果 好 那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 喂 妈 林双 果果不见了 果果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那个 林双 声声 进 战声 听起来 我跟你说啊 亏我那么相信你 你竟然和姓魏的一块来算计我 我跟你说 蒋姐 你这个等着 你 怎么个意思 你还想装我吗 姓魏呢 给我等着 我跟你说 不会有好结果的 干嘛 怕了 怕了过来装我 过来装啊 不是来装我吗 装啊 来装我呀 我跟你说 你们两个狗男女 又不得好死 喂 老婆 妈 卫明 果果走丢了 果果走丢了 发个定位给我 兄弟 麻烦您问一个事 咱们商场的监控室在哪 监控室在地下车挂住 好的 谢谢你啊 老婆 李咪 怎么办 别着急 我再联系 再联系 怎么样 怎么样 林霜 我说不接果果吧 你别要让我接果果 这下好了 果果不见了 有消息了吗 刚才工作人员说了 果果一个人出去了 我还是想去父亲找找 实在找不到的话 咱们去报警 你说果果就那么小一点 咱能跑哪儿去 不会是被零贩子给拐走的吧 你别胡说吧 我可怜的果果 我们去找一找 你再别着急行不行 这附近有个公园 我之前带他来玩过 他可能去那儿了 有个公园啊 你慢点 阿姨 你和我妈妈是好朋友吗 他怎么跟你说的 我猜的 那你可猜错了 为什么呀 我妈妈又聪明又漂亮 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她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女儿 可能是阿姨不够好吧 那漂亮阿姨 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 不用了吧 我们又不熟 那 那我以后我就是再走丢了 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啊 你告诉我吗 你告诉我吗 告诉我吗 那我就说一遍 你记好了 你看看 妈妈 快去 妈妈 喂 老公 哥哥 哎呦 你没事吧 去哪儿了 你吓死妈妈了 我看看双双没有 是漂亮阿姨送我回来的 哦 我刚才看见小苹果 一个人在公园门口 我就把她带过来了 谢谢你啊 果果 果果呀 哎呦 我的果果呀 哎呦 奶奶的心肝宝贝啊 终于回来了 我看看 我看看 哎呦 我看看这个小脸脏的呀 谢谢 心疼死我了 你看看你 你看这个小脸脏的 奶奶 你疼得好 妈妈 妈妈 你稍微轻一点 妈 你轻点 你怎么搞的嘛你 哎呦 你们怎么都怪鸡我来了呀 啊 那小孩子他跑得快 我哪能追得上他呀 我老胳膊老腿的 也是哈 林霜 要是今天你来接狗狗 狗狗也不会走丢了 对吧 就是 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行不行 林霜 你今天为什么不去接孩子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你来得最晚 你去哪儿了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养家 我图什么 我图你把这个家照顾好 把果果照顾好 你呢 这点小时候都做不好 你太让人失望了 不是你们说妈妈 爸爸的错啊 爸爸不说了 果果 我给你赔姐道歉 对不起 今天这个事我确实是有责任 但是妈 你既然答应来接狗狗 你是不是就应该尽到建国的义务 而不是事后推卸责任呢 来 维明你看看吧 这又不是我的错了 电话来了我 我不接怎么行啊 我就说了几句话 那个果果一溜烟就跑了 你现在别说了 你能怪我 你要是不让我接的话 我能出这事吗 别说了 真是 是 哥哥 明天是妈妈不对 妈妈差点把你弄丢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 那妈妈以后都不上学了吗 那果果希望妈妈继续上学吗 嗯 孙教练说了 坚持就是善意 做事不能搬土而废 妈妈 你总想逃学 你什么时候才能从幼儿园毕业呀 好 那就听果果的 妈妈绝不搬土而废 好 好 好 今天的事 小苹果让我替她说声谢谢 好 告诉小苹果不用写 还有就当我多事 你在公司小心点为民 我总觉得 她在这个节路眼上向你示好 太巧了点 你就管好小苹果吧 嗯 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嗯 我不是操心你 我是不希望于民得逞 嗯 咪咪 咪咪 怎么了 你来一下 来 过来 怎么了 杨阿姨的儿子 你还记得吧 哪个杨阿姨啊 你就是老和妈妈在一起 搓麻将的那个杨阿姨 杨阿姨的儿子呀 他搞了一点内部消息 说马上有两只股要大涨大涨 你也知道前段时间 那个股市不好 我和你爸爸的钱 都套牢在股市里边了 你爸的意思呢 就是先让你拿点钱 出来救救机 这 那么多内部消息啊 你别被骗了再 真的 他原来给我们推的那股包 都很准的 都赚钱了 也不要你拿多嘛 就拿个十万二十万的 大不了我们赚了钱 把本钱还给你 还不行啊 最近手头有点紧 刚给了林爽一笔钱 给果果买保险 果果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 真是 你给他多少钱啊 五十万 啊 五十万